进入回旋廊带 踏入空茶屋 山中的虫鸣鸟叫流水深入耳 瞬间大开五感 感受着结合原木 防空洞等 在地特色的原始感洞 茶屋其实它策划的空间 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千里修 千里修它当初发明的茶屋的概念 就是希望找到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 在基隆塔上面策这个茶屋的空间 最主要用于是希望 能够把基隆的原始感 真的带给基隆人 也让基隆人重新去理解 自己生长的环境 策展人王腾虫及团队 规划将绿意引进空间 使用大量的植栽 苔藓及蕨类 将人文生活与自然地景串联并延伸 茶屋刚好它的油层里面 就是从基隆塔 刚好达树梯的时候 从零到五十米的一个空间 会一瞬间仿佛让所有的基隆人 都置身于老鹰的高度之后 回到一个基隆的原始感 去体验一个空间 然后回到让每一个基隆人 都能够做自己 也跟自己对话 也重新看见自己的家 跟自己的环境 尽下新品茶 每杯茶都各具滋味 空茶屋的空间营运 白天提供茶席空间 带民众进行茶的无感体验 夜间则配合基隆塔的开放时段 营运夜间山海景观的基隆山坝 透过无感体验 感受基隆的新生能量 及本质之美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 预计在每一个周末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透过AQPAS 来体验在基隆的日跟夜 两个空间 在基隆塔上的茶屋 那这个茶屋里面 白天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像还有茶 以及感知雨水的基隆植物 来去体验整个基隆的原始感的空间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在Cocktail跟挑酒的概念 来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整个Cocktail的环境 来去感知属于基隆它最原始的风味 那主要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回到 一个茶屋的空间 重新学会跟自己的相处 也跟环境相处 那这是我们希望开启茶屋 在基隆塔上 体验基隆原始感空间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也叫这个茶屋 叫空茶屋 就叫Tea House Cade 作为希望之秋 与基隆塔的重要支点 空茶屋 期望大家以50米高度 重新看见基隆山海不同的风景 体验山海自然与纯净 基隆市文化基金会 欢迎民众把握事业营运期间 线上报名 相关的报名时间与资讯 都在基隆市文化基金会 与基隆市文化局脸书粉丝团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